公元690年武则天登基称帝 率百官举办起伏 满朝文物庄严以待 朝中方式主持大典 只见方式一阵捣鼓 天空瞬间阴云密布 电闪雷鸣 一头金龙从云中现身 金龙现世天赐祥瑞 就在百官恶手称庆之时 云层中却出现一双红铜 让金龙烟消云散 只见云中冒出一颗飞头罗刹 面目猙獰 容貌可怖 金武为组织防御 却被飞头伸出长蛇轻松击溃 金武为统领护得武后平安 然后大臣却被飞头吓尿 一时间谣言四起 妖惑乱象天罚舞灭 难道女人当家真的有为天意吗 祈福大典只是前奏 五日后的太庙大典才是正式登基 为保大典顺利进行 武后急调敌人杰回京 令他查清此案 金武为统领负责在旁协助 敌人杰来到仪式现场 开始复盘当日情景 飞头自东南方现身 对侍卫展开攻击 死者皆为重击而亡 心肺肝脾巨损 最重要的是 尸授双目赤黄 形如野兽 敌人杰求教方氏 飞头罗刹是否为方氏所致 方氏认为不太可能 飞头形态逼真 还能杀人 不像是方术幻化 如果真是方术的话 举国上下只有一人拥有这等能力 此人就是前任国师 国师当年因为道破天机 声称大唐妖惑将至 而被武后囚禁在后山 敌人杰来到后山造访国师 刚进园子就发现一个白无常 白无常伸手叫杰不惧道见 兵刃插进身体却丝毫无恙 敌人杰看在眼里 很快便洞袭其中奥秘 原来白无常只是一具傀儡 幕后操控者其实是国师徒弟小婉 国师正在闭关 不过早已料到敌人杰的到来 派出金龙将他带入凉亭幻境 国师悬浮于水面之上 他告诉敌人杰 飞头现世 灾厄将至 大唐气数已尽 还劝敌人杰尽早脱身 不要继续查案 正说着的时候 飞头罗刹再次现身 国师驱动巨龙上前对峙 却被飞头一口吞下 紧接着 国师也飞灰烟灭 奇怪的是 飞头没有找敌人杰麻烦 而是转头离去 其中蹊跷 不得而知 敌人杰离开后山 来到验尸房查看尸体 只见尸体伤口上 竟然长出奇怪的灵甲 为了弄清灵甲来源 敌人杰寄出秘密武器 飞天茅台 酒香飘到棺材板里 引出藏在那里的 大唐一品武作鬼佬 鬼佬很快看出 林甲端倪 和当年死于黑水河的士兵 症状类似 敌人杰翻阅卷宗 根据上面记载 黑水河那里有一个名为 幽都的妖国 敌人杰找来小碗 让他给众人带路 船只穿过重重迷雾 来到传说中的幽都 这里躺满了士兵尸骨 看来是发生过惨烈的战斗 其中一具尸骨 仰手人身 相当怪异 能将动物和人类移植到一起 应该只有吴桑国的 洗水接骨术才能办到 难道此案和吴桑国 余孽有关 正在揣摩之时 洞内却突然窜出几个兽人 朝众人发起攻击 红衣女妖发动丝带 向敌人结袭来 被他发动抗龙剪 震碎丝带 只好逃之夭夭 好不容易赶跑兽人 一旁的金武卫统领 却发疯一般朝着墙壁 一顿猛砍 岩石经受不住攻击 开始轻塌 敌人结带众人赶紧撤离 剩下同领和小碗 都被留在洞内 敌人结回到厌尸房 重新整理思路 尸体上仍然会长出鳞甲 而昨天放入水中的鳞甲 却消失不见了 拿到凳下一看 原来鳞甲可以变色 就在观察的时候 水中却冒出奇怪身影 怪物无影无形 不知是何方妖孽 敌人结跟随怪物来到屋外 原来竟是一只蜥蜴人 蜥蜴人引诱他来到一处书院 敌人结进入院内 里面坐着的竟是金武卫统领 统领已经凉凉 不过却届时还魂 向敌人结喊话 让他不要继续查案 不然就会大祸临头 说完就和国师一样 化为一堆死灰 敌人结有点头大 飞头罗刹 傀儡白无常 乌桑国 蜥蜴人 这些线索纠缠在一起 让人难以看清全貌 他的心中隐约有了一些答案 但是仍然有些疑惑 需要解开 案子还没查清 奇妙大典 却要如期举行 大典刚开始 天上就突生异象 飞头罗刹再次来袭 就在大家慌乱之时 天上却突然出现一只手臂 将飞头给扇了个无影无踪 接着敌人结的身影出现在空中 看上去胸有成竹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家可以自己去观看原片 敌人结之飞头罗刹 剑娘就不在这剧透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玄幻战舰 喜欢解说的小伙伴 可以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